固热的夏天 爽口是关键 凉拌菜似乎更受大家的追捧 这款小粥泡菜就是我家夏季餐桌上的常客 省时省时的优点它都占了 跟我一起做做吧 把糯米粉放入冷水中 搅拌均匀 小火熬三分钟盛糯米糊后放凉 糯米糊放凉以后放入辣椒面 放入白糖 放入蒜末 放入鱼露 拌均匀 在小棕上放入酱 把酱均匀涂抹在小棕上 把小葱卷起来 可以放入保鲜盒后 常温一天再放入冰箱 爽口解腻的小棕泡菜就做好了 这些软均匀是很标准的小费